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读书栏目 这期节目咱们介绍的这本书 是中国国内曾经的一本禁书 准备出版 但是被查禁了 就是这本叫做《中国文明的反思》 这本书在07年出版的时候被禁了 因为审查没有通过 但是在香港它出版了 这个作者很有意思 它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官方媒体 一个党媒的编辑 干了很多很多年 它是1955年生人 叫肖建生 它是湖南人 一直在党媒工作 工作了一辈子 但是它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平时的阅读 能够反思中国文明 中国历史 这本书就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在我看来就是这本书讲的内容 我认为它反思的其实还不够 但是能够做到这一步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它已经能够给绝大多数的中国的普通人 特别是喜欢中国历史的 喜欢读历史的普通人 带来一些启发跟反思 由于这本书一直从三皇五帝写到现代 所以说我只能把其中里面一部分的一些历史节点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时期能够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这一期是讲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因为毕竟太长了 时间有限 我只能讲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来讲的这几个要点 一个是西州的封建制 就是西州时期的制度 另外一个就是秦始皇的大义统 我们如何来评判这一段历史 第三个就是西汉时期 为什么讲西汉时期特别拿出来 因为西汉时期是一个转折 它是成前起后的作用 它是成前边的周代的封建制 和后边的中央集权的俊宪制 它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作用 所以西汉我们要拿出来讲 然后第四个要点就是宋代 就是宋代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历史学者 今天研究那个时代的人 今天比较推崇的一个时代 就是宋代 比如说袁腾飞 就多次强调说 他如果要穿越回去 他一定会选择宋代 那么宋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宋代被低估了 在中国历史上被低估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就主要是讲这四个时期 把他的这几个四个时期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以及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认识 那个时代 首先我们来讲西州 西州因为时间离我们现在太久远了 那么我们不用讲太多 但是我们要明白 就是西州时代的制度 叫做封建制 大家都知道封侯建国 周王有自己的经济 有自己的地方 然后分封下去 把很多地方分封给各路诸侯 这种制度叫做封建制 这种封建制 在西州时代有几个特点 这种封建制的好处在于 至少在西州时代我们看到了 首先就是 他的权力是下放的 地方自治 那么地方自治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没有一个人给你乱指挥 完全是因地制宜的发展 然后当地的普通人 他们也会有这种家园的意识 这是我生活在这里 然后这是我的家园 所以说他会爱护家园 而且也有这种参政议政的 这种积极性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我们看到了 首先就是有选举制度出现 比如有一种阶层叫做国人 这个国人阶层有点类似于贵族 但是同时他也是普通人 他是因为参加过战争 能够去拿起武器去抵抗 他有这样的责任 他同样他有这样的义务 那么他当然也有这样的权利 可以去参政议政 所以当时的周朝 当时的周朝有这样的制度 比如说叫寻万民三政 什么意思 就是只要涉及到一些国家 很重要的一些决策 都要寻人民的意见 国人的意见 还有一个三次制度 三次制度也就是说 在审判的时候 是要征求普通人的意见的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什么 陪审员制度 就保证了审判的 能够让人民接受 周礼这本书里面 就记载了这些制度 这也是孔子最推崇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种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放到今天都是非常先进的制度 然后他跟地方 地自治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稳定 所以周朝八百年 非常的稳定 他的稳定是基于什么 就是自治 比如说周王的地盘 都被攻陷了 但是国家不会被消灭 为什么 因为权力是下放的 地方都有自己的武装 都有自治的权力 所以说即使首都都被占了 这个国家不会亡 不会灭亡 没那么轻易灭亡的 其他的诸侯可以再发兵 一起联合讨伐敌人 对吧 这个历史上也出现了 所以说这种封建制 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 这个封建制就非常容易 后来我们知道在欧洲 就变成了资本主义 另外就是即使到了东周 我们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仍然是保留了基本的 这个参政议政的权利 而且人们的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参政议政的自由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了 百家争鸣 这么多的思想 这么多的言论 而且那个时候 由于这么多的邦国出现 也出现了土地私有制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城市文明 商业城市出现 所以说那个时代是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 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是经济空前的发展 人们的权利得到空前的保障 而且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思想 各种各样的治国理政的 这些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方式方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才 游走于各个邦国之间 甚至普通人都可以到一个国家去 如果他很有见识的话 都可以被重用 后来很可惜 这个时代最终被消灭掉了 中国就没有能够延续 这个封建体制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秦国大一统 后来的历史学家 后来写历史的人 包括这些皇帝 他们都推崇秦始皇 都推崇这样大一统的时代 所以说这么多年 上千年我们被洗脑 认为这种大一统是对的 是历史的趋势 是进步的 实际上这不仅不是进步 反而是历史的大倒退 因为秦始皇的统一 把整个我们刚才讲到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繁荣 那种思想的自由 全部抹杀 所以这本书里边也讲到了 就是秦灭六国的非正义性 就是秦国通过自己的 军国主义的改革 利用了军国主义 利用了战时经济的模式 空前的强大 然后吞并了整个其他所有国家 这是非正义的 这不是正义的战争 为什么呢 这个作者也讲到了 武王伐咒和春秋之间的争霸 这都是不一样的 武王伐咒 这是因为你倒行逆施 我代表人民 我推翻你 春秋争霸也没有人说 我把所有国家全部灭掉 我要统一 因为我强大你们弱 所以我就把你们消灭掉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秦灭六国 这种做法是动机不正义 手段不正义 而且它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结果 为什么说它动机不正义 手段不正义呢 我刚才讲到了 你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你要消灭别人呢 别人只是国力不如你 国家比你小点 你凭什么就把对方灭掉呢 今天中国比周围的几个小国都强大 那中国是不是也要把几个小国都灭掉呢 而且他的手段也是非常不正义的 而且是非常的残忍 比如秦国的大将白起 他光是去侵略赵国 他就抓了45万的俘虏 全部活埋 基本上秦国后来的做法 是赤裸裸的野蛮暴力的侵略战争 这个是在任何时代 我觉得都应该是反对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毁灭性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历史的倒退 文明的倒退 因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 大家知道过去 我刚才讲到了西州 东州 它是地方自治 对吧 这个地方自治的好处就是以民为本 当地的民众 他们是有归属感的 而且这个周朝的 他的统治是通过礼乐规范 并不是通过从上到下的这种高压集权统治 而到了秦始皇统一这个中国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中央集权的一个高压统治了 有这么几个特点 比如说他恢复了西州早就已经废除过的连作制度 就是你一个人犯罪 你全家你这个株连九族这种刑法恢复了 当然这个恢复 从商鞅开始 这个在秦国内部搞这个军国主义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已经恢复了 这恢复的是商鞅 商鞅变法 最后商鞅自己被这个车裂对吧 后来李斯也是 李斯下场也很惨 他们最后也知道 他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规矩 用这种法家的思想 非常残酷的统治 最后烙到自己身上 烙到自己的家人身上 整个家族最后全部被消灭掉 这是他们崇尚这种权威统治 崇尚暴力统治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是他们自己的报应 另外就是周朝时期的这种言论自由 全部被消灭了 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因言获罪 这个罪名叫做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词叫做非以所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是一个罪名 那什么叫做该说 什么叫不该说呢 不好意思 是上边决定的 谁官大谁决定的 最后是皇上决定的 这就变成了老百姓 甚至是师大夫也都没有了言论自由 大家都小心谨慎 步履薄冰 生怕说错话 还有就是秦朝开始进行全面的统治 然后进行人口调查 然后规定 你们都不能够轻易的外出 你吃在这个村的 你就不能出这个村 一辈子不能出这个地方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 这在周朝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像孔子可以全世界跑 对吧 各个国家都可以跑 那个时候的文化交流是非常繁盛的 但是齐智皇来了之后 这统一之后 全部都没有了 你连门都出不了了 每个人都会画了一个区域 你只能在这里面生存 这就是限制人身自由 禁止随意外出 另外还有就是 重农易伤开始出现 本身在那个时代 周朝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出现工商业 然后齐智皇统一之后 就重农易伤 因为他要养活这么多人 同时没有人的个人财产 是受到保护了 因为没有自治了 这是中央集权体制 随时可以剥夺你 谁的权力大 谁就可以剥夺权力小的 那个人的个人资产 在过去 在有自治的时候 不管是周王也好 或者是地方也好 都是互相牵制的 都是互相有制衡的 不是那么容易 你可以破坏规矩的 你一旦破坏规矩 其他的邦国 或者是周王就会讨伐你 所以之前是有制衡的 但之后就没有制衡了 完全是皇上一个人说了算 最后变成了这种基字塔结构了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 就是这种大一统 扼杀了国际的外交活动 以及国际贸易贸易方面的活动 就是过去这么多的邦国 这么多的不同的贸易方 不仅是大家有交流 而且是形成了一个国际体制的 形成了一个国际规矩的 但是现在没有国际这么回事 就变成一个国家了 那就不需要外交了 当你没有外交的时候 你就不用开放了 没有开放你就没有竞争了 你没有竞争 你自然就没有进步 最后就是这种大一统的体制 这种专制的体制 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 那么结果就是 为腐败贪污创造了条件 我想干嘛干嘛 我可以大兴图目 所以我们看到秦始皇开始 就各种娇奢淫逸 最后腐败成风 不光是中央腐败成风 地方也腐败成风 因为没有制衡了 没有制约了 没有监督了 我们看看这个作者是怎么说的 怎么评价的 我引用他一段话 他说秦始皇穷兵独武 所导致的大一统 使全中国都成了一个大兵营 大集中营 大监狱 国际贸易完全消失了 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没有了 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存在了 刚刚萌芽的金本位置 和证券等现代金融消失了 国际市场也取消了 运输货物的码头 货站 货物中展站 信息交流 娱乐服务 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 随着国际贸易兴起 而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设施 还有市场管理机构 商业纠纷的仲裁机构 经济法庭等等 都随之取消了 国际上的各种语言也不需要了 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顿时变得死气沉沉 这是作者对这段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你虽然统一了杜梁恒 你虽然车同轨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百代游行秦政法 就是这个政治体制 还有这个法治 就是从齐治皇开始的 百代游行 就是一直是在实行 齐治皇定下这个规矩 中国历史就是从齐治皇开始 建立这个大一统的 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 一直到现在 他那种专制体制 抹杀了之前的 很有期望的封建制 所以说今天的共产党 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里边 居然都在说 我们古代是封建制 这完全是错误的 完全是误导 因为它是完全照搬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 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学 是讲的是欧洲的情况 欧洲是从封建制 演化成资本主义的 但是中国封建制 在几千年之前 就已经被秦始皇消灭了 中国就已经不存在封建制了 一直都是 从上到下的这种 高压的统治 专制统治 当然了 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次的分裂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这里边 作者提到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人到今天为止 一直愿意接受这样的大一统的统治 他说了几个原因 我认为是不全的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可以提出来 可以给我留言 那么他说的几个大一统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人们 就是中国人害怕战争 害怕动乱 就是几千年来这么多的饥荒 屠杀 动乱 分裂 战争 对吧 所以大家都特别想要和平 所以就特别祈求一个 明军 特别祈求一个大一统的和平的时代 哪怕是我可以牺牲我点个人自由 也没关系 能够让我吃饱饭 能够让我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可以了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几千年来的思想 这个思想为什么出现 就是从齐始皇大一统之后带来的 就是这种大一统实际上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个我们以后在介绍另外一本书的时候会讲到 另外一本书对这本中国文明的反思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华秩序 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聊到的那本书 那么接着讲 接受大一统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害怕战争 害怕分裂 第二个就是这种大一统 它是温水煮青蛙形式的 它不是一下子给你一个大一统 一下子给你大一统结果是什么 就是秦始皇的大一统 突然一下子秦二世而亡 对吧 秦始皇到秦二世就结束了 就被推翻了 为什么 就是他一下子给你大一统老百姓受不了了就起兵造反了 到了刘邦开始 到了汉代开始 他就是有一个慢慢的过渡期 最后还是要实行秦始皇这样的大一统 但是我往回走走 就是往前走三步 往后退两步 我们退两步行不行 就是刘邦学到了秦始皇搞大一统的 搞这种中央集权体制的缺点 所以说他就恢复了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封建制 然后怎么样 最后再削翻 把这些地方再收归国有 收归中央 最后他是通过这种慢慢的温水煮青蛙形式的 让人们接受了这种大一统 那么说到温水煮青蛙 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温水煮青蛙的 就是西汉的体制 就像我最开始说的 西汉是成前其后 是封建制到中央集权的体制 之间的一个过渡期 所以他两个都有 两种制度并行 那么最后结果是 他最后不得不 最后还是要集权 皇帝的位置坐不晚 你分分下去了 你怕地方又坐大 又变成像春秋战国时期了 那怎么办 我刘家的天下就不保了 所以说他就还是要 把权力收归过来 所以从文景之志开始 就开始做这种事情 那么作者认为他最后还是要搞中央集权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西汉的统治者 最高统治者 他不敢跟地方去竞争 他怕竞争不过 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人才的竞争 就是中央有各种各样的命令 禁止人才到地方去任职 而且经常通过一些所谓的谋反的理由 就说你谋反 你谋反 然后把他们抓起来 把他们灭族 就是要消灭这些地方 地区的这些优秀的人才 把这些士大夫把这些优秀人才 治国非常好的人才消灭掉 你不消灭的话 地方做大了 又富裕了 老百姓又生活又好了 富强了 那你可能会造反 对不对 你可能就做大了 你就自己分裂出去了 变成一个国家了 那哪成 就随时的要消灭你这些人才 他举着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例子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 中央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 你都说要分封了 然后你想方设法的 去挑这些人的毛病 然后看他是不是谋反 然后 而且各种各样的惩罚 有各种各样的惩罚的机制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出现七王之乱 这七王之乱 纯属是被中央给逼出来的 这七个地方之后 他并不是想要谋反 他并不是有什么二心 他就是我把地方经营好了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中央一直怀疑我 中央一直想消灭我 甚至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逼迫我 最后把大家都给逼反了 最后把对方 把这些分封的地方全部消灭掉 这种做法导致就是什么 就是加强了皇权 皇帝的权力有了 皇权空前的强大之后 他最后结果就是没有制衡了 就像刚才讲到的 他没有地方的制衡之后 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想干嘛干嘛了 就是汉武帝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对吧 穷兵独武 滥杀无辜就开始出现了 然后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困苦 大家都说什么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 就是那个时代的 但问题是 你是说出来好像很好听 但是老百姓呢 你打仗的钱是谁 谁出 还是老百姓出 对不对 那么作者提到了一个 比较深度的概念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分封制 也就是地方自治进行不下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分封制 西汉的分封制 它没有清晰的划分 中央跟地方的财权和市权 没有这样的分税制的改革 导致的就是说 地方的经济开始做大 因为地方的经营非常好 那么慢慢的地方就开始做大了 中央呢 中央的权力很小 中央又受到制衡 他又竞争不过地方 所以说中央就觉得 我现在危险了 那么我钱也少了 他对方可以随时的要造反 因为大家都姓刘 你也姓刘 我姓刘 为什么我是皇上 你不是皇上 你可能就要造反 那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要绝翻 要开始对这些人下手 中央害怕地方做大 就双方没有能够形成一个 比较平衡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也都看到了 过去这么多朝代 就是地方跟中央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差的 而且经常会出现分裂 最后还是会出现分裂 你是阻挡不了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分裂 结果就是战乱 然后再大一统 大一统之后 然后再分裂 再战乱 一旦大一统分裂的时候 因为它中央集权体制 突然分裂了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力真空 权力真空一旦出现 就被一些人可以篡夺 篡夺了权力之后 那么一是战乱 第二是饥荒 循环往复 中国几千年历史 是一直这种循环的 那么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循环 大一统分裂 战乱 然后民不聊生 大饥荒 每个朝代几乎都最后出现一轮这个情况 说明了中央集权的体制 它是不稳定的 怎么才能稳定 很简单 就是一点 地方自治 只有地方的自治才是最稳的 没有这么中央集权 就是每个地方管好自己那片地 互相有一个制衡 互相能够通过一个协议 通过一个国际规则 建立一套国际的外交秩序 谁都不能够吞并谁 各自发展各自的 可以竞争 竞争才带来了繁荣 而这种地方自治 还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有民主制度 否则的话 某一个地方出现了独裁者 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他就可以像秦国那样 然后又开始准备要破坏国际规则 然后开始吞并其他国家了 又开始大一统了 对吧 所以说要有民主体制 要有地方自治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让中国这片土地 摆脱几千年的魔咒 最主要的一个办法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都没有看到 中国能够走出魔咒 到今天为止还出在魔咒当中 那么我必须要强调 过去几千年历史上 有没有出现一个 似乎能够摆脱这种魔咒的时代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非常推崇的宋朝 那么宋朝有几个特点 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特点 他就是虽然他也是中央集权 但是他实行了人政 所以他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开明专制 所以说这个皇帝 从皇帝来讲 从最高领导人来讲 就是比较有水平的 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 最害怕的是 就是你出现一个 所有权力集中在你一个身上 而这个人又是一个昏君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那就很惨了 因为他是人治 所以人治的话 人是这种关键的 那么宋代 不管是北宋南宋 其实大多数的皇上 大多数的皇帝 都是非常有水平的 非常好的 他的制度也是非常好的 什么制度 就是有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高薪养年 他通过文官治国 因为他吸取了唐朝的教训 他吸取唐朝教训 所以他就让文官来治国 然后不给武官那么大的权力 所以说一开始 赵匡义杯酒士兵权 对吧 不会允许地方做大 这样的话就不会导致分裂 就不会导致战乱 然后他有一套非常好的 对文官的一个监察的体制 这个体制最大的一个案例 就是包青天 对吧 包整 所以说这个时代 是一个开明专制的时代 所以说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这个就是他制度设计好 第二就是皇帝好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皇帝好在哪 他遵守制度 定下制度他遵守 他的文官制度 他是遵守的 哪怕是我的爷爷定下的规矩 到我这 我都要遵守 谁没签字 这个法案 或者这个命令 就不能够给下去 必须得到比如宰相的签字才行 也就是说他实行了一种叫做军相分权制度 这种分权就是给宰相 给文官体系很大的权力 他可以跟皇帝之间有一个互动跟制衡 这个是保证了宋代的繁荣 跟稳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就是宋代也是保护私有财产 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而且他也批判了过去的那种种农易伤 他是鼓励工商业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 这就是宋代出现的这句话 就是你干哪行你都可以有成就 他不会局限于你只能种地 你只能去做官 并不是这样 这就为什么宋代的文明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不光是经济 文化 教育 科技 这各个方面 都是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顶峰 比如有人就统计过 中国历史上有一半的发明创造 都是在宋代这个时期出现 而当然这个作者也没有提到一点 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多元文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专制能力不足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宋代的主张的政策 国策什么 就是和平发展 他不愿意跟别人打仗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要收复失地 南宋特别南宋时期 皇上就说我们在南宋挺好的 为什么要收复失地 为什么要打仗 劳民伤财 劳民伤财会毁了我们现在的繁荣稳定的经济 更何况你一旦要打仗 你就必须要给这些五官权利 一旦你给了五官权利 给他们军权了 就是唐朝的下场 唐朝不是被别人灭掉的 是被自己人灭掉的 是被安禄山灭掉的 是被这些人灭掉的 当然了最后虽然镇压了 但是国家已经完了 后来我们知道赵匡胤 他本身他也是地方军阀 唐朝就这么灭亡的 所以说宋朝必须要吸取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我不能再这么做了 再这么做 最后下场跟唐朝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没有给五官那么大的权利 但是后来的历史学者 后来写历史书的人 后来的教育者 为了给人民洗脑 就要强调情况多坏 岳飞多伟大 这是为了给人民洗脑的 他不去考虑当时的环境下 怎么做才是对国家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历史 千万不能被这些教科书 被这些政治宣传的这些东西给欺骗 我们要明白 当时历史的环境是什么 当时条件是什么 每一方他的心理是什么 他应该怎么做 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我们要去从这个角度 来看那段历史 而不是一拍脑门觉得说英雄 岳飞 然后秦怀就是一个汉奸 没这么简单 可以说宋代的基本的国策 和平发展 努力的不去打仗 避战这种做法 保持了整个宋代的稳定和谐 以及他的繁荣 空前的繁荣 所以他的政策的主线 基本上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 那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反而是去收复失地 去冒进 军事冒进 是不对的 是会毁了大好江山的 当然了最后不可避免 还是要被毁掉的 最后是蒙古来了 这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欧洲都没办法 谁能有办法呢 对吧 本身宋朝跟金国的关系 实际上是很微妙的 宋朝有钱 可以给金国 金国也不要去消灭宋国 没有意义吗 我消灭了大宋 谁给我钱呢 我又不会经营 所以说还不如 你能给我钱 给我补贴 然后我们做生意 通过生意往来 然后我们签协议 签合约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一个国际体系 这个我在下一本书 中华智讯这本书里面 也会跟大家讲到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国际条约体系 实际上宋国 他就是非常符合 国际条约体系的 而且他通过这个条约体系 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也保证了自己的繁荣跟稳定 我们下一期 要讲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 特别是讲到 袁明清时代的黑暗 就是跟宋代一比 那么后面的历史时期 几乎都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了 那么这期的节目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